大家好,看起來中共在他們滅亡之前 內部還會進行幾番惡鬥 習近平還會進行幾輪的大清洗 那些可能被他清洗的人也會視機反撲 雙方的惡鬥在所難免 現在中共內鬥的頻率是越來越快 僅僅在4月份這一個月就有兩個部級幹部落馬 在4月初的時候是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雙規 昨天又是司法部長傅政華被撤職 這兩個人挺有意思,他們有些共同點 他們既不是光二代也不是紅二代 他們是普通家庭出身的,但是這兩個人都有一些能力 同時這兩個人都心狠手辣,能力加上心狠手辣 這就變成了酷吏了,這個組合就是酷吏的組合 酷吏他就是為了這個朝廷的利益 為了他們組織的利益,為了這個體制 他們可以幹盡壞事,把壞事做絕的 這兩個人過去都當過610辦公室的主任 610辦公室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統治機構 就是國務院的這個反邪教辦公室 在中共的眼裡面,凡是不聽他們話的 對他們政權構成潛在的威脅的這些宗教組織 都是邪教,法輪功、全能神 還有基督教的某些教派 還有民間宗教的一些教派 這些所謂的邪教,那就是他們打擊的對象 過去這20多年呢,他們對於這些法輪功、全能神 基督教的這個打擊是非常非常的殘酷 這兩個人作為610辦公室的最高級的領導者 那手上是沾滿了宣血的 因為他們為這個體制不惜作惡 而且非常的賣力,所以說他們升得很快 從普通家庭的平民子弟能夠最後升到 中共的這個部級幹部,這個是非常少見的 非常不容易的他們做到了 但是他們做到了,不等於他們一直能夠 停留在那個位置或者是繼續向上爬 他們為這個體制做了很多的壞事 不是不等於這個體制,就能夠以榮華富貴 一直去來對待他們,來回報他們 不是的,這個體制它本身是一個絞肉機 絞的就是這個體制中人 你只要在一次權力鬥爭當中站錯了隊 你只要一次表錯了態 你只要這個領導者最高統治者 這個掌握實權的人 他對你有一點不放心 你就被這個絞肉機絞進去了 你的整個人生就毀掉了 現在孫力軍是已經被雙歸已經被抓起來了 最後的結局就是在秦城監獄 還有可能被病死被自殺 傅政華雖然現在還沒有公佈被雙歸的這個消息 但是我估計也不遠了,如果他能逃過這一劫 那算是他真是祖上積德 那是他天大的福氣,能夠做一個平頭老百姓 現在他就是算是三身修道了 我估計可能性極小 以前有些人就說傅政華是過去周永康的部下 後來是投靠了習近平,所以說一直能夠混到現在 這個是不準確的一個說法 那個時候周永康在2012年之前 周永康確實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主管政法機構 而傅政華一直是北京的公安系統裡面任職的 他們兩個是有上下級關係 但是他們兩個中間隔著好幾個級別 所以說相互之間沒有太多的交集 沒有直接的那種緊密的聯繫 不是周永康的人 他是誰的人呢?他是王岐山的人 王岐山在2003年的時候調任北京市副市長 那個時候傅政華是北京公安局的主管行政的行政大隊長 那後來王岐山就擔任北京市的代市長 然後是市長一直幹到2007年 這個時候傅政華就從行政大隊的隊長 最後變成了主管行政的副局長 最後變成了局長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他們兩個人之間 是有很深的聯繫的 這個就保證了他們之間有很多的交流 最後形成了這種上下級的穩固的上下級的關係 傅政華是王岐山的人 那麼這兩個人他們還有一個 這三個人孫力軍、王岐山、傅政華還有一個共同特點 他們都是所謂的爆料革命、郭文貴爆料的重點對象 郭粉朋友大家聽見這個消息 大家一定不要高興的太早 以為我們教主很厲害 現在在爆料這三個人現在已經倒了兩個了 教主的法力無邊不是的 是因為那個時候要爆料的指揮者 他就是在北京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算是把郭文貴廢物利用了 郭文貴那個時候是已經被廢掉了一個殷犬 上家之犬,跑到海外來了 但是習近平指使他的手下人 這個廢物可以再利用一次 讓他來為我們的黨內鬥爭來服務 為我來服務,讓他去爆料 爆王力軍,不是,爆孫力軍、傅政華 主要是爆王岐山 這兩個人都是他的部下,要爆他們三個人 因為這三個人對習近平 當時是形成了潛在的威脅 雖然他們為習近平集權做了很多的事情 打倒了很多的政敵 但是他們在黨內的,尤其是王岐山這個主角 因為他在黨內的聲望太高了,權力太大了 對於習近平本身已經構成了威脅了 功高正足,那不行 一定要把他排除出這個權力核心 所以說習近平就安排了這麼一出爆料革命的這種鬧劇 讓郭文貴在海外把這三個人說的特別的貪腐 當然他們肯定也是貪腐 然後編了很多有的沒的這些黃段子 把這三個人搞得灰頭土臉 然後習近平並沒有當時就對他們採取強力打擊的方式 而是民生暗將,對王岐山把他升到了成為國家副主席 表面上看起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非常風光 但是他過去掌握著這個大權十權沒有了 中紀委的十權沒有了 所以王岐山後來也是一陣苦笑說 我現在做的只是理性的工作 這就說明這個人他知道自己到底現在是什麼處境 聰明人,那傅政華跟王岐山是受到了同樣的待遇 也是民生暗將 他那個時候是公安部的副部長兼北京市局的公安局局長 那是非常有實權的人 北京公安局在過去就叫做京城九門提督負責整個經濟治安 他的眼線密布,在京城裡面所有的這些官員 他們的這個異舉一動都在傅政華的掌握之中 甚至是習近平你只要車隊一出行 傅政華要想瞭解一個電話就知道了,你到哪去了 所以這種重要的位置,習近平是絕對不敢給他信不過的人 他必須得給他嫡系當中的嫡系來掌握才行 所以說那個時候他也要把傅政華調離這個崗位 然後調到哪去呢?把他升成為司法部部長 看起來是從副部長、公安部副部長、公安局局長 一下子升到了政部長,實際上這個司法部 是中共政法體系裡面是最沒有實權的一個部 他管什麼呢?管監獄、管那些犯人 第二個就是管律師,中國律師本來在法庭裡面 就沒啥地位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讓他們去管,讓司法部去管 然後再管什麼司法協助啊 再管什麼行政法規的起草工作 就是這些沒有實權的這些事情 就由司法部來管,民生暗將 那現在為什麼還要繼續對他們下手 甚至讓他們這個虛職都不給他們擔任呢? 那是因為習近平感覺到現在這個決戰快要來臨了 他必須得採取更大的動作 把任何對他有任何潛在的威脅 哪怕是只有一是一毫威脅的人都得幹掉 不願意留下任何隱患 傅政華長期在北京市公安局這個系統裡面工作 從小警察一直幹到北京公安局局長、公安部副部長 他在這個系統裡面那是人脈深厚 而且他因為能幹,而且非常的賣力做事情非常的認真 所以說在這個體系裡面,他是很受到那些鷹犬的尊重的 受到他們敬畏的,是有號召力的 雖然他已經調離了這個公安系統 但是現在人家還是這個高官啊,還是這個部級幹部啊 那麼他說一句話,那些舊部還是有可能受他的影響 甚至是有可能受他的指揮的 所以說習近平絕對不能讓他繼續擔任這樣的 哪怕是沒有實權的這種高位,高的官職 所以一定要把他給撤職了 最後要把他進行法辦都是極有可能的 因為你即使是撤職了,萬一是你心懷不滿 要聯絡你的舊部來跟朝廷做對,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行啊,你如果是把你的那個情報能力用起來 為那些反習勢力來服務,那怎麼行呢? 你如果是跟王岐山再勾結起來 在我習近平背後捅刀子,那怎麼行呢? 所以說一定要斬草除根,以免後患 那麼下一步是不是可能對王岐山下手呢?極有可能 王岐山現在就看他能不能用他過去的 跟習近平在陝北當知青的時候睡一個床的那種友情 那種舊情來暖化習近平這一顆冷酷的心 暖化不了,那他自己也完了 那不僅僅是王岐山現在有危險,傅政華的那些手下 過去在北京市公安系統裡面認知的那些手下也有危險 因為斬草除根,這是中共這個 是中國專制文化、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過去有株連九族,大家都知道的 不僅僅是株連九族,是部下,這是第十族 部下親信,這是也要被株連的 一定要跟領導一起完蛋的 孫力軍是在四月初就被抓的 但是一直到四月二十號中共官方才公佈消息 那麼這麼長的時間,十幾天時間他們去幹什麼去了呢? 去抓孫力軍的部下,據北京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在那十幾天當中一共有幾百個中共的國保系統的人被抓 那麼這一次傅政華被撤職了之後 是不是北京公安系統裡面還有很多人 也要隨著要被調查、也要被抓捕呢?肯定的 現在習近平不僅僅是要滿足於這麼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的去這麼抓人、去這麼清洗 現在他還要採取一個大動作 現在最後的決戰來臨了 他要不是他和整個黨就垮臺 要不是他就是要建立一個習家王朝 要進行一場文革式的動作 文革式的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對整個幹部隊伍進行大清洗 把老百姓發動起來清洗幹部隊伍 然後形成新的隊伍 那個新的隊伍就是完全忠視於習近平的了 那個時候他才覺得整個大權、整個國家都在我手中 所以說現在所有的幹部從中央的一直到底下的小科員 大家都有被清洗的可能性 是大概率的被清洗的可能性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思考好了 怎麼樣應對這一場最大的人生危機 這個國家最大的一場政治動盪 習近平登基到現在已經是八年了 這八年當中可以說是民不聊生 同時也是官不聊生 老百姓日子難過 但是當官也好不了在過去這八年當中 一共被清洗的幹部加起來 全國上下加起來應當是接近於五百萬 全國幹部隊伍一共是三千萬左右 被清洗掉的、被打擊的、被反腐運動所打擊的 一共是五百萬左右 其中就包括了接近六百個副部級以上的 和副軍級以上的這個黨政軍的高官 這麼大規模的清洗 但是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郭文貴說的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更大的還在後面 習近平從登基到現在已經八年了 在過去這八年當中可以說是民不聊生、官不聊生 老百姓日子不好過、當官的日子也不好過 在過去這八年當中被反腐運動清洗掉的 所謂的反腐就是選擇性的反腐 中共所有的官員都是貪污的 但是其中被習近平所打擊的、被清洗的這些官員 有接近五百萬之多 其中副部級和副軍級以上的黨政軍幹部 就達到了六百人 這是相當大規模的一個清洗 但是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 更大的更殘酷的清洗還在後面呢 因為習近平他下一步的一定要做的 就是要來一場文革 要把整個幹部隊伍都清洗一遍 大家記不記得文革的時候 有一個組織叫做革命委員會 那就是毛澤東清洗了幹部隊伍之後 用一個新的機構來取代過去的舊的幹部機構 所有的革委會那些人都是新提拔起來的 新提拔起來的那些人他才能夠忠實於提拔他們的領袖 就跟毛澤東他當時一樣 他感覺到革委會掌握了權力 他自己才覺得整個國家在他的掌握之中 同樣習近平今後也要把舊的幹部體制給徹底的打垮 同時要建立一套新的幹部體制 那個時候他才覺得他真正的習家王朝才建成了 那麼這個習家王朝是建立在中共的 大量的這些被清洗的幹部的屍骨之上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你們現在的處境 一定要意識到未來對你們意味著什麼 中國過去只有老百姓被叫做草民 百姓的命跟草一樣卑賤 今後還會出現草官 今後官僚的這個命也會像草一樣卑賤 會被隨意的清除、隨意的斬殺 這就是你們未來的命運 所以說今後官僚和這個老百姓 日子都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大家真正的就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了 不要再互相殘殺了 官僚隊伍不要再去欺壓老百姓了 必須得跟老百姓聯手起來 把民變搞起來,來阻止習近平的現在的新文革 阻止習近平把中國變成朝鮮 阻止習近平禍害老百姓 同時也禍害這個官僚隊伍 跟老百姓站到一起,改變這個國家 這是大家共同的出路 同時大家也不要怕 說我們過去做過這麼多壞事會不會被報復 做過壞事,只要你們做足夠的好事 去彌補、去贖罪 過去那些壞事不就被洗白了嗎? 你們今後不就會有前途了嗎? 總比被習近平送進監獄送上斷頭台要好得多嗎? 現在最後的機會 就在今後的半年一年之內 就看大家怎麼做了 未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雖然這個形勢對所有的人都很不利 但是在這個時候 絕地求生機會還是非常多的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